哈囉大家好我是Ky 相信大家在人生的這條道路上面 每一個不同的階段都會有那麼一位 那一位一步步帶領你走向不歸路的對象 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我在成為YouTuber時 那一位影響我最深我最敬重的偉大YouTuber 這個故事呢要從三年前我剛開始基因我的YouTuber 前三個月的時候開始說起 那大家也知道YouTuber在以前不像現在這麼盛行 尤其是如果你在五六年前就開始經營YouTube頻道的話呢 那真的可以說是台灣人老級的YouTuber 像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蔡阿嘎這群人啊 他們都經營YouTube將近十年左右了 一直到現在都還可以保持這麼高的冷氣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佩服他們 而在當時2016年有一位非常有魅力的YouTuber 不論是他的談吐他對文案的編織技巧 精簡二要的敘事能力以及他面對鏡頭的這個從容感 我非常喜歡他時不時就會安插在影片中的一些 獨特幽默橋段 而他當時的影片議題啊大多環繞在一些生活上的邊緣冷知識 還有像是哲學啊跟科學類型的議題 他是不是還會有一個他的讀出心得 他簡直就是這個YouTuber界的discovery 講到這邊呢應該有不少的網友腦中都浮現的那一位 頭髮捲捲戴著眼鏡 鼻子大大講話聲音充滿磁性的YouTuber了吧 沒錯那一位影響我最深的YouTuber呢就是 揪揪鞋啦 我的鞋揪揪 還記得當時看揪揪鞋影片的時候 總是會發自內心的群人 哇塞這個人講話怎麼這麼吸引人 怎麼說話表達邏輯能力這麼厲害 總是可以讓我花時間把這麼無聊的冷知識看完 沒有啦開玩笑的 儘管揪揪鞋呢他總是自嘲說自己的影片主題啊 是那麼的邊緣 但是在我看來真的是覺得有趣極的 揪揪鞋呢他可以說是我的YouTuber偶像 也因為如此 我也開啟我的YouTuber之路 希望自己也能夠用清楚簡單 而且帶有幽默的方式呢 帶大家認識健身的知識 那也因為受到揪揪鞋很大的影響 大家可以去看我早期的影片會發現一些 揪揪鞋的影子藏在裡面 比如說開頭的哈囉大好Sky 哈囉大好Sky 就跟黑大好是揪鞋 那個說話的節奏跟手勢 都會不自覺的照著揪揪鞋的方式去走 還記得我在經營YouTube頻道前半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因為收入非常的不穩定 所以都會兼職去做一些拍攝攝影活動 那我還記得非常幸運的是 我在接有一場在新北市政府的案子 那一場的特別來臨竟然就是 揪揪鞋 那我在得知這個消息的前幾天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興奮 那天拍攝的時候我整個 心情特別的好啊 拍攝我的YouTube偶像那個手都 我自己有在贊動 那天活動結束之後呢 我也像個小粉絲一樣 跑去找揪揪鞋合照 發現他本人呢 非常非常的高耶 在影片上面真的是完全看不出來 附帶一提呢 玩GAM也有參加那一場的活動 只是他們是在不同的場次不同的時段 那我當然也是很興奮的 也跑去找玩GAM合照 那我發現其實 他們大家對合照這件事情都非常的親切 然後也讓我覺得 如果將來我也有那麼一點人氣的時候 然後我也要就是像他們一樣 成為一個這麼溫暖 這麼親切的YouTuber 看到你做的也不錯 來找我合照一下 總之呢 我的YouTuber啟蒙老師就是揪揪鞋啦 那在這邊呢 真的是非常感謝揪揪鞋 能夠持續的產出這麼多優質的影片 給大家欣賞 那我相信網友應該都很好奇 你平常點看YouTube會看些什麼 其實我自己最常看的應該像是 漫才或是脫口秀類型的影片 你們知道漫才跟脫口秀是什麼嗎 漫才其實它是從日本來的 有點像是雙人相聲 就是一個講哏 然後另外一個吐槽這樣子 一來一往的 talk show就比較像是一個人在台上solo這樣 然後有時候可以跟台下的觀眾互動 那像漫才的話 我自己非常喜歡 像面白大帳夫 然後達康達康 脫口秀的話我常看像 博恩 Gym 然後 喬瑟夫 對喬瑟夫 為什麼我會那麼喜歡看脫口秀跟漫才 是因為我覺得他們已經把說話 深化成一種藝術的結合 像是時事啊 或是一些發生在社會上的事件這樣子 看這影片他們會對你的說話 或是表演的方式造成你什麼影響嗎 會讓我講話變得比較精簡一點 就是像脫口秀或漫才 他們的台詞文案都是經過設計過的 他們幾乎不會講出什麼 罪字 對 罪詞 所以他們可以用很簡短的方式 然後去敘述一件事情 那你覺得經過這種刻意練習 可以造成讓你講話變得更精簡嗎 可以 所以我覺得這都是練出來的 我相信 像黃豪平啊 秋色 他們一定都是經過很長時間的訓練 才有辦法讓自己的談吐 變得這麼流暢 然後精簡 你看一看 我自己還蠻喜歡看懸疑類的 那你有不要推薦一些懸疑類的 你會看嗎 懸疑類喔 其實我自己以前小時候 是非常喜歡聽故事的 尤其又是對那種 怪力亂神 就特別感興趣 那懸疑類的YouTube頻道 我特別推薦 像是 X調查 然後鄧肖 喬伊 然後海森堡 然後還有一個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它叫 霸懸 也不算什麼懸疑 它就是在講海龜湯而已 對 前面幾個都是講一些 發生在世界上的一些真實案例 然後它去分析這樣子 這樣老高 比有一部分也比算是這類的 我才正要講老高 如果要講到怪力亂神的話 我覺得大家會第一個想到 應該就是老高 怪力亂神 真的很厲害 那像X調查裡面 我又特別喜歡它的 李昌鈺博士的一些事件 真的是巨細無語耶 我覺得一方面它的 講話的語速跟語調 還有它一些特效音的搭配 就是氣氛營造的 對 那什麼特效音 對 套到是Will 這起事件呢 就是發生在 永和三間科健身房的 著名健身房住戶抗議事件 這什麼意思 就是大家 晚上棒槓的時候 親拿親放啊 不然樓上住戶要下來抗議啦 其實我覺得 就是Will他很有趣的一點就是 他常常會用 讓你覺得很緊張的那個語氣 要講出一個 你覺得好像很厲害的事件的名字之後 其實他都講一些好像很 聽起來好像很普通的 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然後最後有些都沒有結局了 或許只有他自己知道 對對對 該那你如果想要放鬆娛樂的話 你會看什麼 放鬆娛樂啊 因為我自己有在打樓 所以我遊戲類的會看像 Stanley 或者是 張家兄弟滑起來 你知道史丹利嗎 就是 以前S2的上路 很巨的 這是蠻巨的 超巨的 超巨的 然後他頭髮就很像一個果凍這樣 他那個頭會一直抖 遊戲類你就看這兩個嗎 對 張家兄弟你知道 我在講實驗 就是統神跟他哥哥 看他哥的那個頻道 有一個魔力 你知道嗎 他有時候會唱歌 他就 愛的魔力轉圈圈 愛的魔力轉圈圈 而且他也會一邊打一邊罵 真的是 就是會 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覺得 好療癒喔 不過你這樣說起來 你把Toys換在哪裡 Toys啊 打架老朋友啦 別那麼計較嘛 是不是 不是 都已經打過囉了 小事小事 OK 你看 不會唱喔 對 搞了 講到音樂的話 唱歌呢 唱歌的話 我有看國外一個叫做 10 Seconds 他也是一個翻唱 他就是瘦瘦的 然後頭髮捲捲長長 然後他很厲害的是 他會把一首 非常有名經典的歌曲呢 用可能 20幾種 就是一些知名的其他樂團 或是歌手 一些 經典的像是唱Metal的 或是唱搖滾的 或是甚至連聲樂 流行音樂的一些經典 樂團或歌手 他都會把它融入到這首歌裡面 就感覺像不同的人在唱 所以非常過癮的是 這首歌就是你已經很喜歡了 但是你又可以聽到 二三十個歌手 唱這首歌 哦 非常非常的精彩 推薦給大家去看一下 10 Seconds 哦 我突然想到 很喜歡看一個動畫類型 動畫類型 YouTube頻道 哦 欸 你是不是也跟我想著同一個 大聲說出來 頭髮橘橘的 哦 還有一個頭髮紅紅的 還有一個聲音尖尖的朋友 欸 聲音尖尖的 沒錯 它是洋蔥 洋蔥 哇 真是蔡侃 呵呵呵呵 欸 你是不是還有睡在那邊 配音過一集 哇 講到這個 配音真的很難耶 然後我記得 短短幾秒鐘 我在健身房 歸喉歸叫 就是為了配那個 那一段聲音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洋蔥的那個 百萬YouTuber的 頂上執障 呵呵呵 美耶 你還有看哪些 我還有看 像是 反正我很閒 我覺得他們是今年突然串紅起來 但其實在兩年前 我就有在看他們的東西 大家知道裡面不是有一個樂咖嗎 它其實是我昏山科技大學的學弟 我跟他都是念電影系的 那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反正我很閒 他們早期有一部片就是 他們去拍那個 婚紗 就是婚禮拍攝 然後他們沒有帶到 看起來很厲害的攝影機 然後他們就土炮 把手機 然後包裝的很像 很大一台 然後拍到一半的時候 對方打電話 然後那個Line就響起來 然後就串放這樣 非常非常有趣 大家去看他們的影片 下面都會有人去分析說 這個影片是在講什麼什麼什麼事件 對 裡面 影域什麼暗域什麼 然後就這樣講 大家就覺得 哇 好有趣喔 對 原來是這樣子 所以說他們真的是 在寫文案的過程 應該是做了非常多的功課 欸 看一看一看 我想到了 你有沒有看什麼運動類的 看運動類的 像什麼 皮他哥哥啊 趙佑啊 跟Tosmo 這種就 大家都老朋友 這種我就不講 不講 對 這種不講 像Ashley 這種不講 因為都會看 對 大H 這種都會看 那 我自己 看運動類型 有一個球類的 就是做滾滾足 喔 厲害了 因為最近才開始看 就是一個保齡球的頻道 我發現我保齡球 很難的一個球類運動 其實都覺得很輕鬆的 把球丟出去就好 對 那個難的點在哪裡 難的點在於 節奏 全身的協調性 要學會怎麼樣放鬆 用慣性去丟球 那你覺得你的肌肉 在這個運動上沒有幫助嗎 我覺得 腿跟核心的地方幫助很多 那手的話就是要讓他學會放鬆 好 概 所以你以上就是你所有會看的 YouTube影片嗎 其實其他還有很多 只是今天拿一些 可能大家比較會知道的出來 分享一下 大家會有興趣的 嗯 欸 我很好奇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你的觀看習慣 或是網友的觀看習慣是怎麼樣 像我自己看的話 我不一定會馬上就訂閱 然後我可能會 觀看某一種類型 也看多以後 可能首頁就會推薦某一些 我可能會有興趣 所以我蠻常在首頁上 所以你的觀看習慣是首頁 我自己的話 會以訂閱為主 然後發燒為輔 然後首頁是最後會看的東西 所以你打開YouTube 就先點到訂閱這樣 對 我會先點訂閱 我會看一下 今天我訂閱的YouTuber們 有更新什麼影片 都看完之後呢 我才會去看 這幾天發燒的影片有哪些 我相信如果是YouTuber們 應該一定會去點訂閱 但是一般觀眾 是不是不太會去點那個訂閱牛 不知道 這其實我們也蠻好奇的 對 比如說你今天有訂閱 建議蓋的頻道 如果你每天都只看首頁的話 那可能會看不到 我更新的影片 我猜大部分觀眾 應該還是都是這樣 就等著首頁跳出來 就只關點點點 真的 那我建議大家就是點開訂閱 然後看一下自己有訂閱的YouTuber 有沒有更新影片 尤其是在每個禮拜天的晚上8點 一定要做一個檢查的動作 是嗎 很重要 每個禮拜天晚上8點 去按一下訂閱鈕 打開看一下 你訂閱的YouTuber們 有沒有人更新影片 你會發現有一個很不錯的 我覺得網友們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看看 就是大家觀看習慣怎麼樣 那我們可以聊 而且一下 其實現在我常會聽到有人說 或甚至留言 就是說 現在的YouTuber滿街都是 那影片隨便弄弄亂弄 就可以當一個網紅 但是我想跟大家說 其實要成為一個YouTuber或是網紅 真的沒有這麼容易 更不要說要讓大家喜歡上你 因為現在的觀眾 其實我覺得他們非常非常的聰明 影片有沒有好好的去做 或是你隨便亂弄 就是他們都 馬上就看得出來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那些 經營得不錯的YouTuber的頻道 所以每個人 他都是很用心的投入到自己的頻道裡面 然後上述你推薦的頻道 真的是非常優秀 現在聊這個YouTube觀察 我突然想到你是不是有露了兩個 熊妹跟志祺希希有跟你講嗎 OK 欸 哇塞 哇 他們也是非常有深度有內涵的一個頻道 沒錯 更不要說他們這兩位呢 背後都有非常非常棒的團隊 在一起運作這個頻道 所以其實要經營一個頻道 真的不是那麼簡單的 而且只要我們可能收視率一下滑 我們就會很緊張 就會想說到底是哪個環節說的問題 是這個議題不好說圖沒做好或是標題沒下好等等的 就會開始反應說 欸怎麼辦 問我下次要怎麼改進 然後讓頻道的觀看次數再拉回來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如果大家看到你喜歡的頻道或影片的話 請大家不要吝嗇 就是給我們一個讚 這對我們真的是一個非常大的鼓勵 好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這邊 讓我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 我們今天應該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有一點好